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好像北京都会很紧张嘛 然后一般我们台湾人不是不太清楚 这个党代表大会跟这个两会有什么差别 我先来解释什么叫中共的党代表大会 中共党代表大会啊 你要把它想用台湾来类比的话 你要把它想成总统 国会议员整个一口气总改选 可是毕竟呢 他们的体制跟我们的体制不一样 当我们在选总统 我们在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证件发表 我们会有事先的很多 例如说会有电视上的这个辩论会 我还要投票 最重要是有投票 事实上党代表大会也有投票 也有选举 因为中共的领导人都会说 他们是选举产生的 所以他们的选举 跟我们的选举有什么不一样的 第一哈 他们的党代表 有办法去参加这个北京的党代表的大会 这个党代表啊 是秘密投票的 然后呢 这是为什么说 像我们这次在台湾最有名的党代表 就在台湾上最多媒体的中共党代表 就是卢力安嘛 我们也是他开会之前四五天 陆陆续续的各个参加这个党代表大会的单位 发布了这个名单的时候 发现有个台湾代表 这个名单 我们才知道说 有一个这样的台湾人 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做的党代表 所以这个党代表 他是秘密投票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这个党代表的政见 也是秘密的 他们呢 这个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选出政治局常委 然后在最最高的这个领导阶层 政治局委员 然后最高领导阶层叫政治局常委 他们当然也有政见啊 可是呢 他们的政见是不会对话公开的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有一些习近平上台之后 我们才知道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非常喜欢讲一些事情 像这个他的几个口头禅啊 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强国梦 或者说习近平非常喜欢讲一个 就是大家要习惯新常态 或者说习近平打摊 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习近平上台 2012上台之后才决定的 应该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前 在决定那一年的党代表 还有那个谁要进入去 谁要去选中央委员 谁要进入政治局 大家因为对于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中共的党内斗争 最惨烈的时候 一定是党代表大会 开会之前那一年 因为那一年就是各省各市各地方各个单位 在推出党代表那个时候 那常常呢 是在可能在当年的三月四月 的那个各个各个那个乡镇啊市啊 的那个领导已经换了一轮了 然后是那个领导再来互推党代表 所以最重要的斗争 可能是在当年的三月跟四月就发生了 那这次呢 像政治局谁会进去 政治局谁会做常委 王岐山到底会不会进去 可能在八月北戴河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斗得你死活活了 就是说他们的证件的发表 那个事实上是他们内部的 内部开会就决议的 然后呢内部开会的内容 是绝对不会公布的 很多人会把说 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市政党 国民党也是列宁市政党 所以就用国民党来讲这个 来讲那个来想中共 我要说即使是在蒋经国 跟蒋中正的时代 国民党他们中产会开会 在台湾也没有那么秘密 很多那个里面开会的那个内容 讯息会流出来 中共这个是不可能的 中共的话等到那一次开会 大家讲了什么话 有时候是过几十年 大家才知道 或者说习近平 我们今年知道说 他曾经在跟共青团开会的时候 痛骂了共青团一顿 那个大家知道的时候 也已经一年以上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们内部有辩论 他们内部也有也有讲彼此的证件 可是而且也有决议 可是呢 这个东西是秘密的 外面人不会知道 那外面人只会说 中常会这个政治局委员 出来的时候 开记者会的时候 大家来说 原来终于是这七个人出现了 那背后当然他有选举 背后他有辩论 然后呢 可是呢 那个都是秘密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 中共 然后他们的选举 真正到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选举是图具形式 他们有选举 可是那是图具形式 或者说他们在各个乡镇等级 选出党代表的 那个选举也是图具形式 因为之前斗争已经完成了 这是为什么他们党代表 这个10月18号 他们开始在来 那个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呢 不只在北京 甚至说 在我这个外省的那个大马路上 你会看到说 庆祝中共党代表大会 第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什么要开会 胜利召开 为什么开会要胜利呢 才开始开而已啊 我们从来没有一件事情 刚开始是我们就说胜利的啊 可是这个是 这个就是中共的特色 因为在开始这个开会之前 你死我活的斗争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胜利召开是这个 那如果那怎么跟这个党代表大会 这个跟那个每年三月的两会 两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跟那个政协委员 那两个会比较像是 橡皮图章 政协不是那个协不是协会的意思 那个是协调的意思 那所谓政协的意思就是说 协商的意思 所以你在政协里面就是说 你是社会俊艳 你不是在 不是党 可是你不是共产党 可是你是共产党尊敬的社会贤党 所以我请你来参加政协 接受共产党的招待 那你想讲什么话你就尽量讲 我招待你讲这样子 这个叫政协 那人民代表大会呢 事实上是他们的 以他们的宪法来说呢 是他们的立法机构 可是呢 他们也是橡皮独章 因为一定是国务院啊 党内啊 把所有的立法法律都已经写好了 请他们举手通过而已 那人民代表大会跟这个 党代表大会不一样 是他们的选举 看起来比较公开 所以这几年的人民代表的话 你都可以发现 有那种维权律师啊 有那种是说 那个民间的独立人士说 我也要来选 而事实上他们也绝对选不上 因为呢 到底是 大家到时候要投票给谁 各个村啊 各个县市的那个 都绑好了 这个委员 就是那个党的委员会 都已经讲好了 可是至少人民可以自己说 我要去来选 我要来选择民代表 那人民代表大会的话 你会看见 不见得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 民主党派也会有 中国例如说中国就有一个 党叫做中国 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 所以说那里 所以他们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 也一定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他们中国也有 他们的办的那个党的刊物 这样子 然后那个 所以呢 这个这个是人民代表大会 然后每次都会通过很多法律 可是那也是橡皮图章 那个事实上 他们没有任何权利 真正的权利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里面 那中央委员会在去影响这个 在选出的这个政治局 所谓政治局就是党的领导了 然后这个 像我们这次啊 看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出来 我们就知道 谁不会是党领导了 因为你一旦你不带中央委员会 这个你 我记得是那个 这次好像是他们那个 胡春华 胡春华一开始就没有在人民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里面 当然不可能入政治局嘛 你进不了政治局 当然更不可能入常 就是政治局常委 所以我说 党代表大会意思是这个意思 他是进去的话 他是斗争最惨烈的 然后他决定的事情也是最多的 那基本上 怎么斗跟你死我活 我们外面不会知道 这是为什么这个开会之前 我们要猜那么多事情 好那这次呢 开会呢 这次是习近平当权以后 第一次习近平自己掌控的 党代表大会 然后呢 为什么这次感觉 好像大家事前猜谜 比较剧烈的 这个习近平当权之后 有几个他爱讲的词 其中有一个词就叫新常态 新常态 那新常态呢 其实习近平的用法是用来讲经济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新常态就是说 在习近平时代啊 经济成长率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这样子啊 可是呢 他意思是说 政府官员不用说 有那么多这个 非常强烈的手法去干涉 未来的拼经济来干涉这个市场 这是习近平的用法 可是因为这三个词变成了非常流行的词 所以已经这个弄到的各个领域去 就是政治领域 现在动不动官员就突然会动不动就落嘛 而且有大咖小咖都有可能落嘛 然后呢 官员现在都不可能不敢送礼 不敢去吃这个上这个高级餐馆 不敢消费 大家也会说这是新常态 新常态这个词变得流行意思就是说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规则是不可以改的 这是新常态的延伸的意义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大家这次会猜 要猜的事情特别多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王岐山还会不会留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王岐山会待在那个七人的那个党领导 最高领导那个入常吗 政治局常委 王岐山他最大的问题 第一他是习近平最近的这个革命伙伴 就是习近平的命运 简直就跟王岐山绑在一起 这个郭文贵这样子 一直一直一直在逗王岐山 事实上这个就是 事实上就是冲着习近平来的 那王岐山他的问题啊 他是说他今年69岁 所以呢这个呢 他犯了一个中国中共政治的一个规则 叫做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大家不要误以为是70岁80岁 所以其实七上八下 一层白话文叫做说 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你是政治局的人啊 或是你是中央委员 只要你还是你67岁 你还可以连任 68岁你就一定要下来 七上八下只是67跟68 是67 所以说他是一个强迫退休的年龄 王岐山今年是69岁 69岁 那我们说呢 因为问题是现在是新常态嘛 所以什么规则都有可能打破嘛 我们这十几年来我们太常听到七上八下了 大家忘了事实上他只有15年的历史 七上八下呢 开始呢 是是2002年16大那一次 江泽民想要斗倒李瑞环 因为李瑞环跟江泽民 当年李瑞环的排名是在江泽民上面的 是那个 然后呢 如果李瑞环不退的话 江泽民就不可能垂帘听证 所以当年2002年的时候 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就帮他想出了一个 七上八下 意思就是说 哇这是为了要让党 可以这个让青年年轻的比较容易出头啊 让党保持活力啊 事实上在2002年之前的五年 就是1997年 那一次啊 那次是15大嘛 那次15大呢 江泽民那次要斗的是乔石 嗯 所以呢江泽民那次跟曾庆红大家讲好之后 来我们来定一个70岁大县 嗯 70岁就201997年的时候 为了要斗倒这个乔石 弄了一个70岁大县出来 就70岁大家强迫要退休 然后到五年之后呢 他们要斗的是更年轻的李瑞环了 赶快再想出一个七上八下 那是这个斗 专门为李瑞环而设的这个七上八下 如此持续了15年 是 所以老实说 因为他只有15年而已 所以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权力 已经大过当年的张泽民了 所以大家就是说 习近平现在什么都有可能改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改啊 这是为什么关于王岐山 还会被待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大家事先要拆那么久 嗯 那当然王岐山变得是一个指标 原因是因为他真的是树敌无数 因为他管中纪委嘛 说是反这个反贪腐啊 这个抓了那么多只老虎 所以那个江派那些人 当然都恨死他了这样子啊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几个月来 在美国的郭文贵 太多爆料是针对王岐山 针对王岐山 因为郭文贵爆的料太多了 老实说我都想不起细节了 我只记得几个几个那个重要的啊 王岐山有睡过饭彬彬 王岐山的太太 跟王岐山的小姨子 有移民美国 而且在美国加州 有哪里有房子 郭文贵还把那个房子的地址 讲出来 要大家去 大家还真的拍 网络上还真的在传那张照片 然后郭文贵还讲出了 他们的这个 在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啊 然后呢 他还讲是这个 王岐山的 那个王岐山有两个私生子 然后王岐山的家族呢 在海航集团里面 持有多少这个 持有多少股票啊 然后呢 很多这些 特别是海航集团事情 这个是外国媒体 全部都有报的 那大家认为说 郭文贵的背后 应该是江派的人 应该是曾庆红在喂他料 所以这个事 事实上是江派的人 透过郭文贵 然后表明是对 是针对王岐山 事实上要冲着习近平啊 那大家也在猜说呢 事先大家也在猜这个 王岐山如果倒台的话 是不是习近平就危险了 因为王岐山 一个敌人那么多人 他倒台的话 一定一大剑 一大堆剑马上射过来的 好那现在呢 因为这个 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 七上八下还是在 这个规则还是在 然后这个 王岐山的确 没有在党中央了 可是呢 王岐山没有在党中央 是代表说 习近平现在有一个弱点了吗 这个到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啊 就是说 王岐山进不去 是不是没有 没有 受到了阻挠 受到了阻挠 是不是代表说 习近平的权力没那么大 还有大家将来那些 王岐山那些死对头 到底会对王岐山怎样 王岐山如果怎么了的话 那会不会拉 会不会也扯下这个习近平 这个目前是未知 我们知道王岐山没有进去如此 好那现在就我们再来看啊 第二个是大家这个在开会之前 大家猜测的 就是说到底是谁会是党领导 就是政治局的名单 还有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会是谁 然后呢 入常的这些名单的组成会怎样 因为入常的名单的组成 这个决定的习近平的权力 到底有多大 好那这个这个 在这个十九大结束之后 那个重要的那个 一字排开的那个红毯上 那个记者会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那个七人的名单了 现在我们来看 接王岐山的 就是管中纪委的 因为我们从那个习近平 那个三个钟头的讲话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未来五年就是过去五年的延续 他基本上没有讲什么 让我们大家很惊讶的事情 还是一样要一带一路啦 还是要继续打贪啦 所以接中纪委这个很重要 接中纪委这个人是赵乐际 赵乐际 赵乐际倒是我们不知道 他什么派系 就是说他到底跟江泽民 跟习近平这边的派系的关系怎么样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然后呢剩下的六个人 分配倒是看起来是很清楚的 习近平习派有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习近平本人嘛 另外一个是栗战书 被习近平骂过的共青团 也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汪洋 就是管理广东的这个 管过广东的汪洋 那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 国务院总理的这个李克强 江派倒是还是有两人 大家这次很关注的那个王沪宁 王沪宁虽然是帮很重要的 帮习近平写写稿的人 可是像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时代 一大堆重要的讲稿也是他写的 而且他一开始发迹是在上海 所以王沪宁很多人把他归为江派 然后呢另外一个江派 就是现在江派在这个台面上 最大的韩正上海皇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江派我们发现这次 因为习近平实在是打压 在过去当政的五年 对民间的人权 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 实在是打压的太剧烈了 所以呢这过去的五年呢 江泽民突然变得人气高涨起来 就张泽民的那个 因为大家都在网路上都称呼他蛤蟆 这样子哈 因为他长得真的像一个赖蛤蟆哈 就是说这变成说 这个十九大一开会的时候 马上网路上大家都在那里 传江泽民的照片 就大家变得好关心江泽民 韩正跟王沪宁 就是江派还有两个人入场 代表这个江派的势力 还是很庞大吗 这个老实说这也是未知数 因为韩正入场的话呢 马上网路上传出来的说法 是说这叫吊虎离山之计 意思就是说呢 虽然习近平这过去的这五年 拉下了好多江泽民提拔的人 这个周永康 还有这个军方里面的许才后 可是他一直动不到江泽民的大本营上海 因为有一个韩正在那里 所以一旦韩正被调到北京去了 然后呢 习近平就可以派自己的人进入上海 就可以打击江泽民的大本营了 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韩正调离开上海的话 江泽民的儿子 江泽民的孙子都会被打到了 那目前这个我们也只能继续观望 因为目前大家的猜测是如此 这样子 那呢 第三个我们要这个事前大家猜测的是 党章会怎么改 党章会怎么改 也就是说 主席制跟总书记制会不会有改变 倒不是总书记 这个若是这个主席制跟党跟总书记制 我要说这个习近平的新常态之一 有一个就是改变了邓小平时代 所这个确立的党政分级 因为我们看在江泽民时代 跟胡锦涛时代 这个国家主席管党 可是经济一向是国务院总理的事情 在江泽民时代就有朱镕基 然后就是 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时代的总理 不好意思 一直想不起名字 反正就是说 从前本来经济是归这个 归这个国务院总理管的 可是我们知道 温家宝 温家宝 对 可是过去的五年 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归于李克强管 就过去的五年了 这个就是 这是又是习近平时代的新冒出来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关键词 叫做深改小组 全面深化 全面深化改革小组 叫做深改小组 习近平时代的经济是中央深改小组在管 事实上就习近平自己跟他的幕僚在管 然后李克强在很多这些重要的经济政策 所以有时候什么要打击股价 有时候打击要这个暴力 暴力打击股市 或者说动不动人民币要跌 常常李克强都在状况外 可是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党章呢 这次呢 大家会关心他要改的 事实上是 习近平会用什么样的形式进入党章第二条 以我们这个不是中国的内部人来看 党章就是党章 谁我们台湾谁会去care 那个民进党党章写什么 谁会去care国民党的党章写什么 可是在中国啊 党章是一件很大的事 这个今年啊 这个中共啊 突然呢 在网路上有一个运动 而且真的还各省还推动了这个运动 叫做手抄党章 因为在我们来想 抄党 罚那个抄东西 是小学生很不乖的时候 老师就罚你说 罚写什么什么一百遍嘛 可是呢 他们中国呢 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推动 大家要手抄党章的 那个运动叫做手抄党章一百字 就是一百天 大家要好好的来专心的那个 那个利用自己的时间 用手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党章 那时候网路上还传出一张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 实在太爆笑的照片 发出那张照片的单位 是南昌铁路局 他发出他们的铁路局里面的 这个年轻的员工 在新婚之夜 两个人穿着那个结婚的衣服 在那好专心的抄党章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Joyce时间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中共十九大 刚才提到了 中共发起了一个手抄党章的运动 然后网路上还有一张 这个手抄党章最有名的照片 是一对新婚夫妻很恩爱的 男的穿着新郎的礼服 在那里抄党章 然后女的啊 充满这个新娘呢 充满爱意的这个 看着说好崇拜哦 你在做抄党章这个事情的这种表情 然后是南昌铁路局发的 就是响应手抄党章运动 所以党章在中国真的很重要 那这个党章的第二条呢 是毛泽东过世之后在家的 一开始就是说 这个共产党 不是啊 本来的在毛泽东之前 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 只有说他是 马克思主义啊 恋宁思想啊 可是毛泽东过世之后啊 就加入了毛泽东思想 是毛思想 然后呢 邓小平过世之后 又再加出 加入了邓理论 毛泽东思想也进去了 邓小平理论也进去了 江泽民呢 下台了之后呢 就加了 他不好意思加他自己的名字 江泽民名字不好意思进去 所以江泽民就给自己 想出了一个 可以加入党章的东西 叫做三个代表 意思就三个代表 简单说 就是企业家资本主义者 也可以进入共产党 那就是你只要是 社会任何各式各样 最前进的力量 共产党都要代表你 这是三个代表的主要意思 然后呢 江泽民也进去了 虽然没有用江泽民的名字进去 可是他用三个代表进去 然后呢 胡锦涛虽然是 大家公认比较弱势的领导 他觉得大家都进去了 我不能不进去 所以呢 这个胡锦涛 就给自己想了一个 叫做科学发展观 那现在问题是说 前面这四个人啊 毛泽东跟邓小平呢 是人走 人过世了 大家追念他们 才让他们进去 然后呢 江泽民跟胡锦涛呢 他会想说人走茶凉 所以我不能等我死了 可是至少等我退休的时候 趁我在党代表里面 中央委员面 都还是我的人 我趁我的人来攻我进去 可是至少等我 退下来的我才进去 现在呢 是大家非常清楚 习近平不是这种人 习近平贪心的不得了 所以他一定会趁他才做完五年 还剩下五年的时候 做一半他就会进去 但进去呢 所以大家事先猜测的 大家一直知道说 他会让自己进入 这个党章第二条 可是不知道 他要用哪一种方式进去 中国共产党呢 他们的咬文嚼字啊 有时候是超过我们一般理解的 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里面 思想这个字是无上的 这是目前为止 本来这个习近平之间 只有毛泽东有思想 可是邓小平很了不起 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么了不起 所以邓小平也要有一个东西 所以给邓小平那个东西叫理论 江泽民很谦虚 他就认为我不能讲我有思想 也不能讲我有理论这样子 所以呢 他江泽民就三个代表而已 然后呢 胡锦涛就想说 那我有一个观总可以吧 有一个观点的观总可以吧 所以你要知道 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最高级的字眼叫做思想 第二级的字眼叫做理论 第三级的叫做观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也在那里 第三级是代表 第四级是观 第三级 那个江泽民是什么都没加 然后胡锦涛在了一个观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所以大家在猜测 习近平要用理论进去 用思想进去 还是用观进去 还是没观也没事 这三个字都没有用 所以呢 开这个十九大大会的最后一天 党战的这个名字 这个新加的字眼出现了 我说我们知道是什么字眼的 这叫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跟毛泽东等级的是思想 差别只是毛泽东思想 五个字就好了 习近平中间要加那么多字 那习近平的这个 这很长的一串话呢 因为你要加这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层面还加了新时代 感觉好像是说你的 你可能没有那么有思想 要不然你为什么要 那么长的一串话呢 而且最有趣的一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八个字是邓小平发明的 邓小平的那个理论 事实上其实他的精髓 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是邓小平理论 这五个字就够了 大家不用在前面加这个 那习近平呢 要把这个八个字加进去 而且他又要区别 他跟邓小平不一样 所以在前面再加一个 新时代 新时代 所以这样十一个字 再加习近平思想 总共十六个字 他这样十六个字进去 用这个 所以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进去了 而且这是跟毛泽东 同等级的思想 当然你可以说 这就是这次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因为的确十九大 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真的真的有 有什么内容的话 真的是习近平造神运动 那这个造神运动 其中有一个 就是说你才做五年而已 你给中国的贡献 目前你还不知道 就是因为通常这个 一个人对国家有什么贡献 常常也要过一阵子嘛 都还不知道 你就急吼吼的把自己放到 跟毛泽东同等级的地步 这个是代表说 这个当然代表说 这个党的这个上层的精英 就是至少是中央委员 那个等级 非常有心要巩固领导中心 可是我们都知道 以台语我们台湾的经验 我们都知道 每次在讲巩固领导中心的时候 就是有内斗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要用那么多字 你就直接讲习近平思想 你又不好意思 你还要讲一个那么长的一串话 十一个字 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可能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思想 可是呢 我自己的解读会是说 你敢讲你有思想 因为在中国的话 毛泽东的地位是高得不得了的 虽然说你 虽然说在这个 这个党里面没有人会自称毛派 可是我们从那个薄熙来去重庆的时候 他拼命唱红歌 你就知道 其实毛泽东在民间还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那我会觉得习近平敢讲自己有思想 他事实上也会给将来要讨厌的他的人 其实给的敌人一个把柄 因为你敢讲你跟毛泽东一样 这是事前我们关于十九大的一个猜测 就是说习近平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党章 我看到本来猜测有人说 他顶多就四个全面进去 就比照比照这个三个代表 我会觉得你这样会看清习近平的 因为习近平骨子里面是很看不起江泽民跟胡锦头 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跟人家一样 像三个代表或是科学发展关进去而已 可是我们也没有想到他敢自比毛泽东这样子 好这是十九大开会前大家的猜测之一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猜测 就是说有一个在邓小平时代确立的传统 叫做隔代指定接班人 这次会不会再发生 而且呢我们本来都以为说隔代指定的话 其实那两个人我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是孙政才 一个是胡春华 结果呢 就是在胡锦涛时代已经指定了 那应该就这次这两个人会入场 可是呢这是在开会之前呢 这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孙政才落马 而且也马上就讲很难听的 有钱的问题呀 而且也有那个女人的问题呀 然后呢也是事前都大家传出来 胡春华求党中央说 不要让我进不要让我进去吧 我什么都不要这样子 所以呢那大家那时候又有猜测 那胡锦涛会不会安排自己的接班人 那时候大家猜测的人是陈命儿 陈命儿 好这个呢 结果呢这个开完会之后 大家确定了陈命儿只有进去政治局 没有进去 25个人里面 就在25个人里面 然后可是并没有入场 这个在常委里面呢 七个人呢 就是习近平以外的人里面 看不出有任何人 有可能是五年后接班的 所以呢以我们目前看起来 目前没有任何接班人 胡锦涛当年指定了接班人 现在也没入场 那胡锦涛这个习近平 今天最有可能指定的接班人 也没有在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 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未来五年大家要猜测的问题 下一次二十大的时候 习近平会不会继续做领导人 因为这个是 这也是江泽民时代的一个 这个二十年来的传统 每次领导人都领导十年而已 习近平会不会再持续领导下去 这个是目前 目前好像大家都是这样想 目前我们大家不清楚 就是说他也没有可能把自己变成普丁 就一直常年执政下去 目前还是一个大问号 好那现在呢 这个是一般的外国的媒体 关于十九大一直在猜测的四个问题 我刚刚讲完了 可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所以呢台湾人呢 事前其实最猜测的是 习近平的发言里面 会怎么讲台湾 这个是这个十月十八号 那个台湾那么多人 电视直播习近平 那三个钟头的讲话 我会觉得大家就是在关心 习近平会怎么讲台湾 我发现 这个大家关心这个党 中共的那个党代表大会 关心他们的领导人 会怎么讲台湾 这次台湾的关注 是我有史以来看过的 最关注的一次 那会台湾会这次 会这么关注说 习近平怎么讲台湾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等一下 什么原因 我们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 98.1 又是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Joyce 我们分析中共十九大 历来台湾对于中共 尤其在他们的这个 党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个期间 如何看待台湾 台湾原来并没有那么关心 可是今年特别 对 今年特别关心 有一个事业呢 差不多在那个十九大开会之前 台湾的媒体就一直在炒作说 中共会在2020年 犯台的这则新闻 那这个新闻来源其实很无聊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非常边缘的一个智库的人员 那事实上他的参考来源 还是台湾的国防部的白皮书 说有可能是2020年犯台 那是一个好小的一句话 外国媒体没有人在报道的 台湾就大做这个新闻 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啊 我替台湾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我们都知道孙子兵反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无事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中共当然随时有可能对我们文公胡贺 可是呢 为什么从前我们没有紧张成这样子 这次紧张到这个地步 那炒这个新闻可以炒那么多天 其实呢 这反映出是 我们台湾已经完全没有那个 无事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的那个条件了 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一天到晚在想说 哎呀 明年就打来怎么办 明年就打来怎么办 因为最重要原因是 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打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 焦虑的这个最重要原因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觉得自己 为什么台湾现在会觉得这么 那个没有这个没有自信 我会觉得这不只是经济的没有自信 这个也牵涉到 光看我们今年要改 就是2018年号称要改全募兵制 然后还没还没全募兵 国防部已经承认了 他们招不足人了这样子 讲清楚就是说我们我们那个 为国家的这种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的这种意志力 高度集中意志力没有了 他就是一般人 其实大家都讨厌当兵 那大家都觉得说 因为军队里面很黑 可是大家也不是去想说 大家要我们要来怎么样 来改善我们军队的制度 让大家让当兵的光荣感可以回来 那一般人已经没有去想 不去关心这个国防 自己的国防的问题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这次一讲说 2020年中共犯台 大家这个话题会热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说我看到这个话题 我会觉得我除了觉得荒谬之外 我会觉得我替台湾觉得的国防 或者说人民的那个国防的心 我不是讲国防部 我会是讲全民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样子好 那再来我来讲说 为什么这次习近平对这个台湾的发言 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子 地动闪摇 我会觉得其实我一开始看到2020 这个中共有可能武力犯台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台湾好像只有办法 用台湾的眼光来看中国 台湾眼光来看中国 当然是中国来打来 我们就觉得可怕不得了 可是台湾并没有用中国的眼光 来看台湾 中国来眼光来看台湾 当然台湾是一个 他们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这个毕竟牵涉到中国 对自己的这个历史的认知 对中国来说呢 就是 台湾问题要解决 两岸要结束分裂 他才能够 能够这个解决 他们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结束 就是把他们的国耻 做一了断 那才算中国的真正崛起 这是中国的国耻时光 在中国的国耻时光里面 台湾是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可是呢 习近平这个过去五年 这个上台之后 他其实还是有跟这个前政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有一个推翻的 也是一个新常态 就是说他推翻了一个 邓小平当年的一个指示 邓小平当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叫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邓小平意思就是 我们就搞好我们的内政 我们搞好我们的经济 我们没有要去跟人家争霸 我们在国际上 我们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很麻烦 我们就做个好人这样子 可是呢习近平当年这个 江湖时代在讲和平崛起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也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要惩罢 跟全世界讲我们没有要惩罢 我们顶多就是要解决 我们的台湾问题而已 可是习近平时代啊 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习近平是非常乐意当头的 习近平的时代呢 是第一次中国去海外 就去这个波斯湾设了海军基地 然后呢习近平的这个 他的海军演习 也不是说在中南海里面而已 他是去波罗的海 去跟俄罗斯有海军有共同军演的 就是习近平已经准备好 他要做一个全国的全球性的霸权 那他当然他并没有说要去挑战 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他没有要挑战 可是他心里他突然没有明讲 他心里想的是说 我跟你分全球分半而至总可以吧 这是为什么他们在中南海 会积极到这个地步 就是不管说他要去得罪多少国家 我不听 我不管你怎样 我就要这里盖机场 我就要盖机场 我在这里要盖基地就盖基地 反正我就是做给你看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后院了 这是习近平时代 跟这个前任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这是他们外交的新常态 然后习近平呢 在2016年1月 在这个国际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 他发表了一个非常这个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来领导全球的演讲 据说那场演讲的演讲稿呢 是国内的测试写的 写完习近平不满意 所以是请美国的测试 来帮他写的 就是说我要来讲一个 真正的世界的领导者的演讲 那那个演讲稿呢 他提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词 叫做中国方案 China Solution 意思就是中国世界上 目前呢 任何世界上的问题 中国都认为 他已经我们已经有 有这个心理准备要来领导世界 我们可以提出我们一个中国方案 我要这么说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中国模式 因为中国模式也是说 我们中国的模式 可以输出到全世界 去给别国使用嘛 所以我们没有听 我们听到中国方案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觉得这很奇怪 我要强调这个差别在哪里 中国模式是外国的测试 非常喜欢讲 中国内部官方从没讲过 那是被冠名的 就是说是外国 特别是那些讨厌全球化 讨厌那个美国模式人啊 非常喜欢讲中国模式 要不然中国自己不讲的 因为他们还在韬光养晦 他们没有要出口 我们自己的什么东西 去鬼外国 可是习近平的时代 他们开始 中国开始主动讲了 中国方案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美国的 我们可以像美国一样 当世界的老大哥 这样子 这是习近平时代 跟从前时代 外交上的一个新常态 那为什么他对台湾 这次并没有说很强硬呢 没有像台湾一些人 期待的地动三谣啊 我要这么说 以习近平的中国梦来说 他会想说呢 我们先来 我们完成我们的中国梦之后 台湾问题自然会解决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倒是跟邓小平时代 是一脉相产 就邓小平觉得说 台湾问题不急着解决 我们先干嘛先干嘛先干嘛 台湾问题自然会水到渠成 邓小平时代有这个看法 照理说到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台湾出了太阳花事件 习近平那时候 习近平身边的这些对台测试 的确很震荡 然后又派了很多人来台湾研究 可是习近平现在的 这次的发言的话 我认为研究到半天 他们的结论是回到了邓小平时代 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么说了 习近平现在我们知道说 他其实花了很多心思要争取台湾的人才到中国去工作 很多人会说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穷台政策 穷台台湾现在台湾现在非常喜欢讲中国在穷台 我会这么说哈 如果是说不让观光客来 我会觉得那就是有意识的穷台 如果是吸引台湾的人才 创业人才去中国的话 我倒不觉得那个叫做穷台 我会觉得他的政策叫做呢 江泽民时代的收买台湾的政策呢 已经失败了 台湾有一些人就是不认同中国 可是呢 他们研究了大这个太阳花 研究大半天之后呢 我认为习近平 他们的那个对台的圈圈 他们的结论是 反正那些天然毒是鲁蛇 所以那些我们就放弃了 我们不用想要去买他们这样子 我们只要让我们变富强 我们呢 吸引更多的 我们吸引就是吸引温拿来就好了 我们吸引那些厉害的人就好了 这是为什么他们现在的政策 花那么多心思 在吸引台湾的创业者 台湾的年轻人才到中国去 我会觉得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们越来越富强 然后我们只要抓住台湾的这些 这个有志气的 这个是赢家的这个心 然后台湾的自然独门 我们就算了 反正我们将来够变成的世界强权之后 台独的问题还是自然会解决 还是会迎刃而解 这个背后你可以说 它是一种自信 可是我也可以说 它是一种自我感觉太好 这样子 然后我会觉得呢 这次他们对台湾呢 并没有要地动山摇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的目前的问题真的很多 它的外 它的海外的最大问题 就是北朝鲜的问题 北朝鲜其实是高度以赖 它的石油啊 它的煤啊 都全部来自中国 然后呢 川普对北朝鲜是一定会强硬的 因为我们知道北朝鲜 在外出它核子弹头 会打到加州 可是为什么川普对中国这么强硬 可是中国为什么对北朝鲜没办法呢 因为中国再怎么样来说 他不知道怎么解决北朝鲜的问题 而且他真的是一个未爆弹 这样子 所以有北朝鲜那里的话 他不会急着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也讨论了 北朝鲜的问题 也讨论了 北朝鲜的问题 也讨论了 北朝鲜的问题 我心里有我有 gained 眼睛